好了,我们接着看,我们现在要打开一个软件来真真切切的看Meteor这个软件是怎么跑起来的 以及我们刚才提过在Meteor的特征那个地方提过,它的七大特征,七大原则,7 principles 我们现在就来真正来看,那我们不用讲太多废话,就因为这个七个原则我们也提过了 我们现在就真正的看,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这个课程的特点呢,就是说我们不是讲一些干燥的,就是很无聊的那些的一条一条的那些文档来回看 然后一条一条干巴巴的那些原则,我们真正的看这个程序怎么跑的,这样对大家的帮助最大 好了,我们首先啊,这个也不用自己写程序啊,这个Meteor自己带了,自己带的程序已经够我们 create,已经够我们研究的了 我刚刚敲的这个命令啊,是那个Meteor create a list 它呢,告诉我们Meteor自己带的一些examples,一些例子程序 有clock,leaderboard,还有local market,todos 这里面程序各干各的,clock比较简单 我们就也不会去看它,就是一个在浏览器上显示一个能走的钟 纯的client端东西,leaderboard有点意思,但我们现在也不去动它 以后可能有机会我们会用它,它是一个在client端来把你的喜欢的人啊,运动员啊列出来 然后你可以加分什么的 local market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mobile web和这个手机上的一个应用程序 它完全是按照手机的那个设计的,做的也比较漂亮 那这个我们以后会有机会用到它,那么今天要用的这个todos,这是我们今天要用的一个软件啊 一个例子,我们就用它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底Meteor能是怎么运作的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想的内容 好了,按照它的说法啊,咱们就createexampletodos 这个命令呢,就给我们产生了一个新的一个todos,所有的文件都在里边了 叫todos目录里面,我们进去看一下啊,就这么些文件 然后如果想运行它的话呢,就说打一个Meteor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首先在运行的之前,我们先来把这些文件都打开,看看这些文件 OK,open 把这个文件打开,给他们看一下啊 gethub todos 我刚刚在哪件呢 OK,here we go 好了,我们现在在这个,在我们的sublime test打开了这个todos的文件啊 我喜欢用这个,这种四格的方式来看原文件 这文件很简单,一共就没几个,打开看啊 关于文件结构,我们有后专门的地方去讲,我们先给大家看看这里面的,有这个lab of client public resources service 我们等会会看哪边内容 好,已经可以打开了 我们把这个关了,把这个不需要了 我们先运行Meteor,我们先看程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好,compile很快就完成了 OK,现在告诉你app running at localhost 3000 那我们在浏览器里边看一下这个程序现在是运行什么样啊 好,这个程序就这个样子的啊,很简单 嗯,是一个相当于to do list,就相当于一个任务管理器一样 你有些什么事情要做,你怕自己忘了,你就写到里面去 那你可以这样,有几类啊 就三个,一个是Meteor,Principles,Language,Ferrit,Scientists 然后每一个里边呢,你看我这一换啊,右边这个栏目就在换 然后呢,你可以增加新的内容 比如加一个最喜欢的这个Scientists 我们当然在中国有主充值啊 主充值啊,是怎么写的吗 主,主,应该主,sorry 主充值,不对,拼音写错了 OK,这个对了 好了,这是我的Ferrit Scientist 还有张衡哈,就再写几个 OK,好,这样的话 然后你可以在里边把哪一个人给他 比如这个是,我不喜欢他把它勾掉 Tesla,或者把它选 就这么简单的应用程序 这还告诉你,有几个还没有完成啊 还有五个 然后你再把这个减掉几个 就剩四个了 你可以把它上锁 就是说锁了以后 就只有你自己能用了 别人用不了 你还可以把整个这个List都删掉 当然你也可以在哪一个新的List 卷称叫List A 我可以改名字叫MyList 你看就有了 然后你可以往里面填内容 Hello,MeDear OK,好 我们已经看了这个程序 还有这个可以Sign in Join 我们现在暂时用不到它 先不管它 就这么个程序 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移动版本的 这个是一个可以变成移动版本的 这么一个网站 你看一下 现在这只是移动手机上看的样子 我还可以模拟称这是iPhone5,iPhone6 它尺寸就各有变化 iPhone6 Plus就更大一些了 这是可以在这换的 需要说的是这个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就这一块内容 这部分 他们右半边 这个是Chrome自带的这个Debug 或者叫Develop tools 开发工工具 我相信大家如果对前端开发有过经验的话 这个是你离不开的这么一个工具 就实际上我们的工作大部分呢 是需要在这个里面来完成的 你可以看这个文档 这个DOM结构 可以看它的那个Network Transaction 它到底传 传一些什么东西 可以看JavaScript原文件 Timeline, Profile等等 这好多东西 我们都可以 好多工作必须在上网来完成 我假设大家有这个经验 假如说 咱们现在在在听我这个录像的 这些学员同学们 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也不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 也不会用的话 我建议你可能得花一点时间 先学习一下 如果真的有很多人 也没有找到学习资料 也都不会用 那么你可以通过麦子学员告诉我 然后我可能要专门来做一个一节的内容 专门讲怎么用这个东西 这个十分重要 如果你不能用它的话 实际上是没有个办法开发Meter程序的 你也没办法调试 这个十分重要 好 在这我就不多说了 啊 嗯 时间